杨阳是一所学校的高中生 她非常喜欢玩电脑 讨厌学习 因此 学习成绩很糟糕 但是 她却不以为然 经常待在家里玩电子游戏 在别的同学努力提高成绩的时候 杨阳却为了提高游戏技能而努力 她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个很厉害的职业电竞选手 一天 她在电视上看到她的偶像要来到这个小镇 杨阳非常开心 很快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了 但是 偶像说只见两个玩迷你世界对战厉害的粉丝 杨阳很激动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迷你世界的对战排名 打到前两名 之后 杨阳就天天待在家里打电子游戏 连看着排名冲进了前三名 可是因为太困了 她居然在游戏中睡着了 没想到的是 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 有个神秘人给了她一颗神奇的药丸 并告诉她 只要吃下去 就能精神百倍 不会犯困 醒来后 杨阳果真发现自己的口袋里有药丸 到了第二天 决赛开始了 杨阳吞下药丸去参加比赛 吃下药丸后 果然精神百倍 一开始 杨阳过关斩将 简直可以说是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没人是她的对手 经过十几分钟的激烈竞争后 杨阳胜利了 她在迷你世界对战里 轻轻松松拿到了第一名 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觉得自己终于能与偶像见面了 然而 就在她高兴地离开电脑时 她发现 自己的眼睛失明了 原来 是这药丸的副作用造成的 杨阳后悔极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 追星要理智 不要沉迷电子游戏 青少年要以学业为重 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的